大家好 我是高手蕭宇 如果大家有去過台灣或者在台灣樹 相信都應該會發現台灣有很多越南人 越來越多 究竟為什麼會這麼多呢? 今天來講一下 之所以因為歷史原因 1975年4月30日西貢淪陷 越南那個不是香港 跟中華民國政府同為反共堅實盟友的南越 就這樣被越越共滅了 當時有很多不想接受越共政權統治的南越難民 就紛紛流亡海外 中華民國和南越是盟友 自己人 那就去自己人地方流亡 移民國都歡迎這些人 畢竟是盟友 沒可能幫 當時很多南越人過來 就連南越高級官員總統都去台灣流亡 很多越南人過來台灣 有些就在台灣一陣子 之後會再走 有些就在台灣長住 那些大部分就是越南華人 就這樣 那一下開始 台灣和越南有個關係在這裡 有個關係在這裡 自然台灣人找老婆都多數找越南人 自從97年之後 台灣的外籍新量 開始越南人為主 到了01年 已經以佔總外籍配偶人數49% 原本台越婚姻的簽證面談 只是個別進行 由99年之後就集體面談 令到每年有超過1萬對配偶成分 到了05年就改了做 每日最多20對個別面談 這些越南新娘的平均年紀 都很年輕 25至26左右 學歷不高 大約54% 來自胡志明市 而那些台灣人 平均30多 接近40 學歷也不是很高 找不到老婆 給錢公司 安排越南新娘 脫單就是這麼簡單 關於這件事 其實台越雙方政府都不太想 老夫少妻 形象不好 有試過做些事限制台越婚姻 但不成功 誰有所指 台灣跟越南有關係 那就很自然地 台灣會引進越南勞工幫忙 1999年 台灣跟越南定定在雙邊協定 給越南人來台灣打工賺錢 即是好像 奔奔印印來香港 東南亞人 在自己地頭 賺不到很多錢 只有走出去才賺到錢 就這樣 很多越南人就來台灣做事 台灣北部 最多越南勞工 勞工 老婆 也當然不少學生 台灣之後 都歡迎不少越南學生 過來台灣讀書 就這樣 就這樣 台灣就很多越南人了 一到放假那些時候 在街上會聽到很多越南話 講到這裏相信大家了解 一切都是歷史原因 所以令到很多越南人在台灣生活定居 有些就入職了 有些非法過來沒有身份 有些純粹來做事 都這樣上下就走 越南人在台灣 都可以說是 形成了一個族群 一個介紹一個來 慢慢慢慢就很多人了 台灣某個程度都有點像香港 都幾多不同類別的人 幾國際下 當然沒有香港這樣國際 香港 話畢是國際大都會 豁湖曾經 但台灣都不差 所以在台灣的人 未必一定就是講國語